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大家好 那我们来看这一张 那这一张准备要讲这一个 傅利页集数 因为他是一个 因为傅利页集数 它本身是用SINE 跟COSINE 这一个三角函数所斗出来的这个极数 所以它有它的一些特质 它真正的特质其实形成了一个是 osogono的一个function 它是一群的彼此正交的函数 所以我们就花点时间来研究这一块 先从这个正交函数开始研究起 因为后面会用到它的一些特质 在这边就先做一个广义的探讨 好,那首先我就来开始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一个 osogonolity 我们要分析这样的一个正交情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变化 好,那我现在就开始来试试看 因为这边很多的符号 同学们就可能开始要来 好,这个应该叫做phi吧 还是phi 好,就是有一个phi phi的这样的一个函数 一群函数 那这一群函数很明显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sequence 它不是serious sequence of什么呢? functions 那因为我们在写讲义的时候 我就没有特别去规换它的严谨性了 我只能讲说它是一群还不错的函数 好,那一群函数这样 那这个函数本身怎么样呢? 它本身哦,那还再加上一个 再加上一个W X 什么样呢? 它是一个 这个weight是非常的重视 非常的重视这样 好 那等于是说呢 它的orthogonality 到底是怎么定义的? 怎么定义的? 原则上就是说 这个phi 这个n 跟某一个phi m 有没有看出来? 那这两个是垂直的 那它垂直怎么定义的呢? 它怎么定义的呢? 原则上它定义是定义成这样子 就是说 这个多一个权重函数在前面 那有时候有些数位把它写在后面 写在后面这样 那这些符号你们就开始慢慢的熟悉一下 就是说 我这样慢慢推给你们看 你们用欣赏角度来看 因为毕竟 最后我们在量子里面有很多类似这些符号的呈现 如果m不等于m的话 他们彼此两两正交 那如果这个不等于0 如果说m等于n 那这块后面我会再用内积的方法来跟各位做个说明 做个说明这样 所以原则上 原则上这一块的话就是说 这一个函数的一个数列 函数的一个数列 那这个函数的数列呢 n从0到无穷大 那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互相过的 它是正交 那针对谁呢 with respect to 这个weight 在哪一个区间内 在AV这个区间 在AV这个区间 所以这边看起来是有点小小的麻烦 但是这是非常正规 那因为我们在前面的那个现金带 如果时间不够 所以没有跟你们花多时间去讲那个内积空间 那其实在内积空间这边都会讲到这样的一个抽象的一个 也不是抽象 因为它是时数 是时数 所以在这个时空间里面的那个函数变化是需要用到它这样 那这一块的话我要做一个说明 因为它毕竟是跟内积有关 所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说这个5号其实怎样 按照内积的写法就是某一个向量 函数也是一个向量 这两个向量做内积 那它是什么呢 Is an inner product 它是一个内积 有没有看出来 所以这个呢 因为你要注意 因为这种写法在 我们量子后面 因为我后面会在专门 讲那个量子计算跟那个量子支线的时候会针对这个符号重新再来前世一遍 所以这是一个刮斧 所以以后你会看到那些什么blanket 先把这几个字看一下 一个叫左刮斧 那这个右刮斧 那这些刮斧 赶快把手机关掉 待会大家又哗哗叫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叫右刮斧 那这个blanket 这个blanket的刮斧在我们量子里面会 会特别把它彰简 完全是针对内积而来的 针对内积而来的 所以内积 那内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很快再做一个 解释一下 本来是还在录至少一两个小时来跟你们做说明 但是这个时间真的是 要学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它本身上是一个函数 所以故意这么写 这个这么写 看到 它是一个函数 它这个函数 看到这个函数 这样 好 它意思是什么呢 Is an Inner Product Inner product 因为没有没有时间专门在写 我在这边很快 做一个很简单的说明 那也就是说 某一个函数它是一个 Binary operation 差不多也可以讲 Binary operation 但是它映射过去 并不是 并不是什么呢 并不是一个向量 而是一个纯量 也就是说它是把两个向量做计算以后 变成纯量 变成纯量 所以呢 原则上就是说 它要满足三个条件 UE再加上B的U2 V 那它可以 线性的 把它拆开 线性把它拆开 看出来 这样子 那这个AB就是我们属于F 某一个fe 它是个纯量 那UE 1 U2 V 是我们的向量 是我们的向量看到 好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看法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第二个 那其实一般我们在做这一个内积的话 还是都是布在负空间里头 所以才会出现这个 如果把它做交换 它会变成共二负数 有没有 所以这个你就先把它记起来 所以颜色上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F 一般都等于时数 或者是 这个负数 这样 来看 所以这个第二点就没有什么问题 好 再来第三点 就是说 那因为它是 把两个向量做计算 如果说向量跟自己本身 做计算的话 它会大于等于0 那U怎么样呢 U属于V 这样 那如果说 U两个向量做内积 等于0的话 若且微弱 这个U一定等于0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磨场 因为这边我就没有在 刻意的定义 比如说这个向量的磨场 把它定义成怎么样 U跟U做内积 再做一个开根号 再开根号 那这个是 这边很简单的 帮各位做 做一下复习 好 那复习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怎么样 刚刚这一个 我来看一些 看一些标准的 这个内积 比如说在 在时数里头 在时数 有没有看到 Rn 有两个向量 那这个就是 第一个向量的转置 转置就变成是一个 Raw Vector 点点点 Xn 那这个 Y本身就是一个 Column Vector 点点点 Yn 这样 那这个就是 各位熟知的 熟知的 这一个 从中学 高中开始看到的 内积 有没有 这样的一个很标准的写法 标准的写法 看出来 好 那在 负空间里头 在负空间里面 里面 这个Cn的话 怎么样 两个负数向量 那这个符号写得很奇怪 没关系 这以后 我有机会再重新定义一遍 然后我让它简化一下 所以把它转置一下 点点点 有没有 那第二个的话 没有转置 但是 变成共二 其实这样的写法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先 转移一下 让讲义更简单一点点 那这个等于 X1 Y1 共二 再加上 X2 Y2 共二 再加加加加 再加上 XN YN 共二 所以这个没什么 这个没什么 好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 因为我是标准的 标准的内积 所以 如果再怎么样 C RN 这什么意思 这个RN就是所有的F F从实数 映射到实数 它是一个continual function 它是一个连续函数 所成的集合 那我就随便从中间挑两个出来 两个没有 就是说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F跟G 怎样呢 属于这个CR C就是continual 就是在 A跟B 这个C 我这样写好像 好像不是很OK 好没关系 待会我再来处理一遍 AB 那原则上就告诉我们说 所以这个 函数也变成是一个向量 也是个向量 那其实这个符号有些是书写得更清楚 就写C怎么样 AB AB这样 那这个如果说这么写的话 就是 就是怎样 F F从怎样呢 把它符号写清楚一点 F的话它是从 这一个 AB区间 有没有 映射到时数 它是continual 是continual 看到 这个 太多符号 就说这些符号 你们在 整个 包括工程数学 后面相关的这些要推的符号 都会出现 那我们在短短才用 利用一点点时间 那各位就 开始来 接受这些符号 毕竟就说 未来大家都要变成这个 quantum people 那个quantum computer 的people 这样